我們已經開始在讀老子的文本了 上個禮拜已經給各位講過 老子八十一章 因為這個成熟的過程當然很複雜 我們也搞不清楚當初是怎麼樣 把這些一條一條的這種 像語錄的這樣一種東西把它編成一本書 這當中有沒有的次序 其實看不太出來 因此假如說我們現在去 從老子的這本書當中 我們要去得到一種比較體系化的一種理解 我們也必須做個重組 這個重組 我就把八十一章給打散掉 重新提出幾個觀念 老子裡頭最重要的觀念 把這些相同的觀念的這些章 給它組合在一起 所謂成為一個觀念的群組 這個觀念群組裡頭有幾個重要的觀念 第一個當然最重要 我們開始就是從一個虛淨與素樸 這個地方開始 那虛淨與素樸 這裡面兼有本體論的意義 所以形上學裡頭一定會講一個本體論 但是中國哲學裡頭講本體的時候 通常不是西方式的拉開來 總客拉開來 就是思想家跟他所要去認知的那個對象 那就是說宇宙有一個本體 叫主客拉開 那麼用抽象的思考去思辨說 有那麼宇宙的存有 有一個不管是創生 或者是他的存有上的一個本體在那裡 不是這種思考 這是西方式的思考 中國的有關本體的思考 大概幾乎不會離開主體 不會離開主體 那也就是說必須先有一個主體的 這種虛淨的心靈 才能夠看到宇宙那個本體是個虛淨 這兩者是合一的 所以他又間有一個不但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相對客觀的一個本體論的意義 同時又有一個主體性的一個意義 而且這個主體性必須要放在一個功夫 修養功夫 因為那個主體的虛淨心 不是天生自然 他是必須透過一個功夫的修養 在道家來看 那就是一定是一個簡法 所以他會把回到日損 把一些層心 呈現給 遮蔽性的這種層心 排除掉以後 那個虛淨心才能朗現 虛淨心朗現 也才能看到那個 宇宙那個本體的虛淨 所以他又和主體不能夠切割來看 那同時呢 經過這個修養的功夫 讓心靈能夠回歸到一個 不被這些成見所遮蔽 那麼呈現出來的這樣一種精神的 這樣一種心靈的狀態 就我們叫境界 他同時又是一個境界的意義 所以虛淨間留三層意義 一個是本體的意義 一個是主體的修養功夫的意義 一個是經過修養之後 所朗現出來的那個精神境界的意義 這三者是一體的 雖然可以區分來講 但是實際上他們三者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常講說 那意義精裡面會看到一個宇宙的本體 就是我們講太極嘛 最原初的那個太極 那是客觀的假 超越的假 超越就是從我們萬物超越上去 超越萬物上去 有一個所謂的太極 那個道在那裡面 有一個道在那裡 有一個本體在那裡 但是假如人沒有一個太極的心 心靈就是一個太極的那樣的心 是不可能去看 不可能去見到那個 那個所謂的一個超越那個太極 那太極的心是內在 所以內在的太極的心 跟那個超越的那個宇宙本體的心 這超越內在是相互依存的 相聲出來的 所以那些本體都不是用思辨 抽象的思辨 抽象的語言去說出來的 去講出來的 而是去體現出來 體現 因此所謂的中國的一個哲學思想 這樣的一種本體的發現 一定是涉入 我們講涉入 涉入就是說 思想家聖賢 是涉入到宇宙世界的 實際上的情境當中去 不是抽身出來的 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它是涉入 不是抽離 而不是抽離 抽離就是說 西方式的哲學思辨是 這個認知的這個主體 是從這個實在的這樣一個事件 實在的宇宙抽離出來 只是把宇宙世界對象化 客體化 那在對象客體 那我們去為它做一個思辨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種抽象的思維 一種抽象性的思維 所以通常都用概念化的語言 那麼去把它講出來 把它陳述出來 那我們今天去研究中國的一種思想的時候 你首先都要了解整個中國思想當中的這樣一個特質 和西方不一樣的特質 也就是說 中國古代這些思想家 這些聖賢 他們還在獲得 這個理解體會到宇宙灌物的創生 應該會有一個根源性的那一個道在那裡面 灌物的存有 會有一個本體的一個道在那裡 但是這個根源也好 本體也好 這個道為什麼能夠去獲得 不是抽離出來去思辨 是涉入到宇宙實在的這樣一種情境當中去 不管是觀 所謂無以觀 下面我們會講自虛守盡 無以觀覆 你能通過一個觀 而且觀是一種直觀 直觀 直觀就是直接面對宇宙 中間不介入 不介入任何的知識 不介入任何的理論 你假如說 你現在在觀一個對象物 你這個中間是 以某種理論 某種知識當作基準 拿這個理論 拿這個知識去看那個物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是直觀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一棵樹的時候 你假如腦中滿是一些植物學 那你就會有很多植物學的知識就進來 這棵樹屬於什麼鋼什麼木 這個動物是屬於什麼鋼什麼木 這個鋼這個木其實都是個範疇 先把這個萬物先做分類 然後建立出一個範疇性的知識 還在那裡 那我們就拿這個理論 拿這個知識來看眼前這棵樹 或者這個動物 這個就是生物學之 這個生物學當中 不管是動物學、植物學 給我們的一個 已經預設好的一套理論 一套基準 讓我們來看這個宇宙 你各位去各個地方觀光的時候 經常會有一些導遊 像比如說你到花蓮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你到那裡去 你們一群人一二十個 那我們會申請一個解說員 那這個解說員會帶著你們 那各位走到這裡 這一棵叫什麼樹 叫鹿兒樹 你知道嗎 它的這個是什麼鋼 什麼木呢 然後它的一個特質是什麼 然後造紙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它的這個樹的 這樣利用它的纖維 讓它去 讓它去造紙 其實你經過那個解說員一解釋 你在現場大概只得到一堆 就關這個植物學的知識 那一棵樹的美完全不見 那一棵樹的本身的形象有沒有 一棵樹本來有它自己的那個長的樣子 它的形象嘛 它的葉子 它的顏色 它的姿態 全部沒有 因為被知識遮蔽 所以你知道知識 對我們觀看萬物知識 是一種遮蔽 那你這一次旅遊到底得到什麼 那有些人還甚至拿出筆記 拿出筆記本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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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忙著聽 忙著記的過程當中 那棵樹根本被你遺忘掉了 你視而不見 你完全沒有看過 完全沒有看過那一棵樹 完全沒有看過 這個不叫直觀 這不是直觀 直觀是中間這些東西 這些媒介 這些基準都沒有 就直接的面對 所以一切的審美 是直觀的 是直觀 中間不能有秩序 不能有知識 所以我們在觀一個東西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觀法 那以道家來講 他都是直觀 無以關覆 因此這些由學而得到的種種知識 種種理論 種種抽象概念 都要掃除掉 你才可能直接的去觀 宇宙萬物之生生息息的變化 從這個生生息的變化當中 你一直觀到最後 你就會體悟到 這個叫體悟 就是直接的貼切的 去從那個物的變化的現象當中 體悟到其中 似乎好像有一個使得他能夠 生生息息無窮無盡的那一個本體在啊 不管他的現象如何變化 他應該會有一個不變的本景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很多人要去把老莊的東西拿來和西方做一個匯通 大概比較常會用的就是現象學 古塞爾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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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就是反迪卡爾康德以下的這套所謂的範疇論 先建立把宇宙萬物納入十個範疇 一個一個的範疇 時間的範疇 空間的範疇 樹的範疇 那麼一個個範疇 先把這些範疇 一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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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框先拿掉 直觀 他提上的就是直觀 直觀和中國的道家 所講那個治的直觀 玄治 道家的那個治叫玄治 玄治就是把一切的成見 是非善惡 為醜貴賤 種種人類所建構出來的 這種價值判斷的這些知識 都掃除乾淨 我們才能夠直觀那個誤 你假如還沒有關 沒有直觀之前 就已經現在有個價值判斷了 玄貴的話是高貴的 千流化是低賤的 那你還能夠看到千流化的本質嗎 不可能看到它的本質 你已經先給了一個價值了 它就隨便漲 泥巴也漲 哪個地方也漲 就是賤 玄貴你看 多高貴啊 象徵愛情 你情人節你送情人的時候 你會送一束千流化嗎 你的情人馬上跟你分手 蛤 你冒我低賤嗎 我是千流化嗎 尼巴邊隨便漲嗎 你可以隨便採嗎 蛤 你根本是這樣嗎 老娘走了 因為我們已經給了這些植物 各種價值的分配嘛 蘭花多麼樣高貴 高雅 玫瑰花多麼樣的艷麗 都是高貴的 價錢不菲啊 所以送這個東西給你 當然就象徵著我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就像蘭花 就像玫瑰花 那我送你千流花 我就把你看成千流花 你知道我們的文化建構出來 就是這樣一套 帶著價值判斷的知識嗎 到家 這個東西要少掉 你只有少掉這些東西 讓你的心靈回到一個 沒有存見沒有偏見的 這樣的虛淨狀態 萬物靜觀皆自得 那個物才能回歸到他 在其自己 物有他在他自己的本性嘛 那個本性是不可能給你人 用各種價值去分配嘛 貴賤美種都沒有這些 他只是他自己的 千流花就是他自己 玫瑰花就是他自己 物各有其性 無所謂的尊卑貴賤 這個才叫直觀 所以到家為什麼能夠去看到 宇宙有個太極 因為他必須先有一個太極的心 為什麼能看到宇宙萬物的本體 是一個虛淨 不管他怎麼變 怎麼動 怎麼變 最終他還是要回到 他的根本的虛淨 是因為你先有個虛淨心 所以 即功夫 即境界 即本體 這三者是相繼不如 所以虛淨 帶有這三層的一個意義在 這三層的意思是合在一起的 那這三層的意義怎麼去獲得 是老子 宗子 這樣的一個古代的聖賢 涉入 眾孫 眾孫 陶淵明的 師禮 眾大 大化妝 不喜 遇不懼 喜也好 聚也好 這是人內在的 滋生的那種情緒 我們為生而喜 生 當然樂 當然喜 死亡 當然令人厭惡 令人恐懼 那 把個體的生命 一切還諸天地 回歸到整個自然的大化 那 人 每一個個體生命 本來就是宇宙大化的 一點點東西嘛 就像 一滴水在長江裡頭一樣嘛 它回歸到自然 還諸天地的時候 生與死 生與死 只是一種變化 只是一個變化 花的開竊 也只是一個變化 因為你用一種擁有 佔有 生命 我個體生命 我要佔有 我不能放棄 我不能失掉 所以你就會生死的一種憂懼 所以直觀 這個叫直觀 老子對這些本體的領悟 不是關在書房 在電腦前 用一套理論 一套抽象的思考去得到的 我們今天搞哲學了 大概幾乎就違反老子 如何去得到這樣的 宇宙本體的這種體悟 完全違反 因為我們現在搞中國哲學 很多是從西方 先搬一套西方理論的框架 框架先擺在那裡啊 框架 形上形下 然後各種範疇的理論的知識 先框框擺在那邊 然後用抽象的思辨 他好像這些東西跟我個人的存在 也好無關係 我只是把它當一個課題 一個知識去研究 他框架都擺在那裡了 你哪裡能夠去體會呢 你就不再會涉入了 你就不會把自己能夠 重量大化中 你就自己不會涉入到 那個真真實實的世界當中去 直接的面對宇宙的存在 直觀萬象的變化 從這裡頭去做一種體會 體會一定是親身 切身的進入道理裡面去體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 讀中國的思想的書 有兩序的讀法 兩序 第一序一定是直觀感知 那可是事實上 老子的文本已經寫好了 文本寫好了 就已經變成語言文字了 所以我們第一序的讀法 怎麼現在就下課 在幹嘛 今天中午 今天下午的那個中英文字 喔 這個中跟我們沒管 你看這個就是 我們建構出來的一個規範 我們講我們的 直觀感悟 那這個直觀感悟 因為文本 導致有個文本 文本是語言 寫出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通過 我們的一種想像 想像 想像把語言 再回歸到情境 你先把這個語言回歸到情境 因為 老子的語言 我們講過 他很多地方用寓詞 寓詞是意象化的語言 不是抽象概念的語言 不是抽象概念的語言 老子裡面當然有很多 也是抽象概念的語言 也有 但是很多 也有很多地方是 用寓詞 用寓詞 寓詞 寓詞 其實都是 帶著有一個 意象化的語言 跟一個不確定性的 一種判斷 他沒有做確定的判斷 是一個不確定性的 留了一種讓讀者 可以參與的空間 他直接說死了 你就只能接受 或者不接受 我接受你的講法 或者我不接受你的講法 但是他這裡都留著 一種讓你自己去體會的 空間給你 所以 我們在讀老子的時候 要先做第一序的閱讀 就是把這些語言 尤其是譽詞的東西 先轉化回來 回到一個情境 然後呢 你自己要做一個想像 設身處地 射清土地的回到自身 射入到這個情境當中去 彷彿你就是老子 同樣面對這個宇宙自然 而去做一種體會 所以文本要先做一個情境回歸 然後把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是個主體 難道你從小到大 從來都沒有面對過自然宇宙嗎 都市的孩子是這樣 假如你從一出生就在台北市 從來都沒有去到過大自然去 我想很少吧 你總要郊遊嘛 可是我們台灣郊遊都是到人多的地方去 很少說自己一個人到一個比較 不太有人的地方 一個比較沒有人工化的地方 一個比較大自然的地方 獨自一個人散散步 行到水窮出 坐看雲起石 這樣的一種對接近大自然的 這樣一種閒散之間去體會 我們現在很少這個經驗 所以人與自然的斷裂 人與自然斷裂 在我們這樣高度文明 高度都市化的時代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人已經遠離自然 那其實 當我們成長過程當中 假如你是在農村 在一個山區的地方 海邊的地方長大 其實你只要每天 關著大海的那種波浪起伏 你看著山中的雲的多種變化 花開花落 這當中你其實就可以體悟到很多 像老子所體悟到的那個東西 這個主體 這個是從一個經驗所養生的這個主體 假如有形成這個主體 把這個主體帶入到文本裡面去讀 很多東西就能夠讀懂這一段話 所以請各位在讀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 閱讀古典文本 一開始 理論框架先擺著 然後抽象概念開始動起來 用詩編 我保證你沒辦法進入到 中國經典的精華的內戰群 這是我一定要交代的 我們今天有太多人讀古典讀不懂 沒有深刻體會都是因為 從閱讀就是錯誤 一開始就錯誤 那讀完以後 我要寫論文啦 我不是只是在閱讀好玩的 我要寫論文 寫論文你當然沒有辦法 用這些語錄題去寫 我有體悟 我就把我的體悟寫出來 寫一個雜記 然後交給我們老師 老師我已經要畢業了 我博士都拿出老師課 不行 這不行 這不能當畢業論文 這是第一遍的 就是第一遍的閱讀的心得而已 你要把它轉化成動文 轉化成動文 你就開始必須第二遍 把這個體悟到的東西 進入到第二遍 第二遍的閱讀 第二遍的閱讀 第二遍的閱讀就開始 必須做詩編 把這個體悟所得 轉化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的詩編 那麼運用一種系統化的 把他做一個系統化的 把他做一個系統化的 甚至一個我們現代化 現代化 去把它表示出來 這個是第二遍 這是第二遍 所以讀古典東西 不要一開始就第二遍 我們現在有很多中文系 做普典研究 一開始就第二遍 所以精華全遍 深層的那些東西全部沒有 最後剩下來只是一個形式化的 扁媒化的東西 這是錯誤的 那假如說 我們的閱讀方法是正確的 我們看老子的第四章 你就可以知道 道從而用之或不也 它開始就是一個庇譽嘛 意象化的語言嘛 道是不可言說的啊 你如何一開始 就用抽象的概念 去思辨那個道呢 不行 你如何一開始 就用一種語言符號去講那個道呢 不是的 第一序 你要跟老子一樣 先想像 把整個宇宙想像成一個巨大無比 可能無邊無際 巨大無比的那樣一個大的杯子 這個蔥只是一個屁育嘛 像那麼大的一個杯子 蔥 所以第一個註解裡頭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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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今天把每個字都已經要精確到彼此之間不能互通 甚至於教育部的不定標準字 那很可怕 當一個文字被教育部用一種政治權力把它定到不能互通的時候 那還有分辨的是本字 後期字 俗寫字 正體字 就是弄到這個地步 原文字就死掉了 它不是活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把橋樑的樑寫成這個樑 這個樑還是骨子 這個是後期字 因為都已經有木了 那這裡還加個木 俗寫後期字 所以現在按照標準字的話 你要用這個樑才對 你用這個樑才不對的 他這樣子 我的閃文給出版社出的時候 那個教隊回來 把我很多字都改 我一看 博然大怒 我就顯示去問那個編輯 負責教隊編輯 為什麼改我的文章 老師啊 我們根據教育部的一個標準 指應該是這個字 你就頭啦你 那你難道不懂這個字就是兩嗎 有什麼書寫 有什麼正體 文字 文字永遠是活的啦 所以古人其實因為字沒有那麼多啦 所以很多獲取字 這衍生 知辱衍生出來的東西嘛 那原始在古代的時候 字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要瞭解 古代最早的時候是口語 口語其實只有聲音啦 只有聲音 沒有字講 所以在口語時代尤其是同音 那麼同音只要在上下字 它不是單一的一個音嘛 它是上下文 一聽就知道 那講的是哪個意思嘛 所以同音同假在古代 是一個常有的一個用字的 用字的一種一般的方便性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今天文字學反過來 去做一種古典的研究的時候 就用一個規則 這個叫同音同假 那訊古裡面就會有這一條 這個條例啦 就同音同假 所以那個通字通這個字 是假介字 所以說文理念免布呢 中氣虛 注意到它用的是個虛 所以氣物它主要是意義是在那個 那個杯子圍起來的中間的空的部分 空的那個部分 因為只有空的部分 才能容納物嘛 它才能有包容 容納嘛 容納嘛 所以氣虛 重點是那個虛啦 從敏終生 那麼說文理都還引了老子說 道中而用之 那麼說文理都說 引了老子是 沖改成那個沖 水不沖 斷玉彩的柱 凡用沖虛至者 皆 沖之假戒 所以老子 道中而用之 根本都做沖 後來我們反而改成那個沖 又 歷來 這個是 余佩玉彩說 歷來各柱將沖字 皆連夏文而用之為句 也就是說 歷來的斷句是 道沖而用之 這個地方加逗號 或 會有 但是 余教授他認為 但細詢文意 沖乃形容道 也就是沖這個字 是作為道的一個形容詞 所以我們通常稱為叫道相 這個搞形當學都會做一些區變 到底 到底是 離絕 離絕這個言說 到底是 不可能用語言 道可道非常道 道的本體是沒有辦法說的 沒有辦法用文字語言去說 能說的都是道相 所以 通 虛 通 虛 這就是指道相 道顯現出來的 顯現出來的一個形象 所以 所以呢 這個 沖乃形容道 上面那個道 那當然形容那個道 還是一個道相 而非形容用 不是下面那個用 不是形容下面那個用 所以 當與道字 為句 要和道合在一起 成句子 所以 余先生就 根據這個想法 就 改變了斷句 所以 現在就開始有一個發現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古代的科本裡頭都沒有標點符號 這個標點符號其實是後來很加上去的 所以 過去我們早期 在四大時候都要搞斷句 點書 點書 你在圈點的時候 就表示你把這一句看懂了 你才能下點或是下圈 這訓練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是後來都變成非常的機械化 工事化 變成沒有太大意義 其實還是要有這個訓練 因為 假如說我們今天 作為一個研究生 你叫他的博士生 拿一本 有帶的科本給你 請你去做圈點 你圈點不來 表示你讀不懂 那是不捨的 那真的是不捨 那現在我們都 現代化的一些書 你看老子的書 也就是 我們現在經過點教過了 所以很方便給你讀 所以我們逐漸 失去一個讀 那個原來科本的那個能力就沒有 可是你要搞清楚 標點符號居然是人家出來的 請問是誰家的 所以大陸也有很多點教本 有些蠻不錯的 真的蠻不錯 因為可能還是經過 帶領的一個教授 比較資深的教授檢查過 因為他們開始不會是 一個資深教授自己 從頭到尾局 一定是研究生 因為大陸搞這些 古籍點教整理的時候 是一個團體 之前一點的助理教授 或者是一個博士生 做初步的一個加標點 然後最後那個審定的 那個最後總集成審定的教授 必須要都審查過 有沒有斷錯 會不會斷錯 會啊 所以你搞清楚很多點教本 到底不知道斷錯 也不是沒有 有 當然不是到處的事 但是還是有點斷錯 那同時 即使沒有斷錯 但是也有可能兩種斷法 兩種斷法就講得通 那兩種斷法講得通 那表示是 下斷句的人 對這一句的意義的理解 是不一樣的 所以簡單講 古典的文本的理解 其實往往不是只有一種理解 它有可能兩種以上的理解 但是相較來講 還是有比較接近 我們怎麼說 不能說絕對對 但是比較接近 這個文本的本意 比較對 那這個不 怎麼去判斷呢 因此有時候也不能孤立 這背後 其實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 對中國古典的文化思想 一個總體的一種 建構出來的一個基本觀念 因為中國古來的文化思想 會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觀念 包括比如體用不二 天人合一 像這種都是中國古來的一個 文化思想當中 大家共同 那些別人們是 他最近接受的一種基本觀念 體跟用相級不禮 體又不二 體跟用到底是什麼關係 或者是相級 這個不二 意思並不是同一 這不是邏輯上面 形式邏輯裡面的統一 不是形式邏輯上的統一 因為形式邏輯上的統一兩個概念 只有A 它能等於A嗎 A這個概念等於A這個概念可以 A沒有辦法等於另外一個概念 形式邏輯上的一個統一率 有同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成立另外一個概念就不能成立 所以體跟用並不是兩個概念是一樣的 這兩個概念不是同一 它是一個辯證上的合一 不是形式邏輯上的兩個概念的同一 它不是形式邏輯上兩個統一的概念 不是辯證一個實存狀態 因此這個地方是一個實際上的實存狀態 這是一個偷向概念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偷向概念裡面 A等於A等於A是同一個概念才能 才能同一當相當 它在實際的存在裡頭 實際存在不是錯像 實際存在裡面 體案用是不能切開的 不二就是不能分開 體案用不能分開成兩個 離開用就沒有體 那個體變成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抽象概念 用是經驗現象 體是超驗的本體 超驗的本體跟經驗現象是相齊不離 相齊不離就是兩者 兩者雖然是概念上是不一樣的概念 但是在實際狀態裡面 他們是相齊或相依存在一起 而不能切開 就是相齊不離 我們這種思考一定要有 一首詩 一首具體的詩 月落屋體上滿天 江峰與我對酬眠 一首具體的詩 一幅具體的話 已經被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話 一部已經拍成的電影 形式和內容相齊不離 形式內容不二 離開形式沒有內容 整個還原回到題材 素材而已 我們所謂的內容 指的是用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 那個東西才叫內容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你不懂這個概念 你今天往後對任何文章的閱讀 通常都會變成 你把一首詩用白話文再翻譯一遍 就以為那個就是它內容 翻譯不是那一首詩的內容 你用物理雙版前翻譯一遍 你所翻譯出來的不是 月露物理雙滿天 那一首是本身的內容 那一首是本身的內容 不可能離開那個七言絕句的一個體 不可能 你只能夠在這首詩的 原來的形式當中 去體悟感知其中的意見 所以那個才叫他 這是中國人 中國人在思考宇宙萬物的時候 都是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要是不懂 這種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懂 中國的文化思維 所以余先生在這裡 還是難眠 變成體用二分 變成體用二分 這個還是受到我們今天 受到西方的影響 西方的哲學影響 本體和現象是不能合一的 本體是本體 現象是現象 尤其在西方 現象是不真實的 現象為什麼不真實 現象為什麼不真實 為什麼現象不真實 因為現象會變化 第一個 現象本身會變化 一棵樹一直在變化 一朵花一直在變化 他早上還開一半 下午他全開了 明天他凋謝了 他一直在變化 他本身就一直在變化 然後我們從不同角度看過去 我們人的官腦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那棵樹是長這個樣子 因此你以為那棵樹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人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過來 那棵樹是那個樣子 而且問哪一個是真的 沒有一個是真的 這是你眼中所見之數 這不是真的 它不但在變化 而且我們從不同角度看過去 都不一樣 還有呢 同一個角度 不同時間看也不一樣 早上看 站的角度一樣 早上看這棵樹是這個樣子 下午光線不一樣 光線不同 看過去 那個形象也不同 所以它不是真 為什麼要說現象不是真 因為很簡單 西方是用科學的觀念 在看這個物 把物當作一個課題 因為假如它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不同時間看都不一樣 那請問能不能找到一個通策 科學都是找一個通策 普遍的一種屬性 或者規律 科學在幹嘛 科學是在找尋萬物某種客觀 科學就是這樣 所以都在研究室裡面做研究 所以現象是不真實的 它一直在變化的 它不是整體的 它只是一個片面所看到的東西 它只有物自身 那個本體 所以康德用了一個叫物自身 這個本體 不是自身 那問題那個本體怎麼知道呢 就在西方哲學裡頭 只有神才有一個能力 只有神才能看到物的本體 人無法 人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每一個人 他的感官知覺 都是有限的 就是不同時候 所能看到的東西 都不真 只有神的能力 才能夠看到那個物的本體 那怎麼辦 那人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 就變成那個鮮豔的東西 一切鮮豔的東西 那鮮豔的東西 怎麼能夠得到呢 那就是 物質是怎麼得到 在康德的哲學裡 當然就有一套 所謂的鮮豔命題 怎麼樣去獲得的一些東西 但是 菩薩爾為什麼要提出本質直觀 本質直觀 本質是可以被直觀出來的 他當然有一套 納入跨谷 什麼 有一些就是把這些 已經建立了這些 所謂的一個 介入在中間的那些 剛才講的那些理論 泛走知識 都排除掉以後 去做直觀 當然就是很複雜 我們就不用再講下去 那中國的哲學當中 天跟人是可以合一的 人通過一種功夫修養 可以達到一種智慧 在佛家有Poral智 在道家有玄智 在儒家有一個人 人心 人那個本體心 所呈現的那種智慧 通過這個智慧 人還是可以去直觀 這個變化中的萬物 看到其中的不變那個本質 人具備有這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不是天生 它是要修養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思想 一定要有一個功夫論 作為一個根據 沒有功夫論 其他全部都是會落到 只是個語言的一種源泉 源泉通通不能算是本質 這個地方的一種差別 中西哲學的差別 我想在這裡 我們要稍微能夠有一個概念 不要老是套西方那一套 去弄中國的東西 我們的主體 文化主體性逐漸在 上市到無影無蹤 一個民主 該有他的文化主體性 不見了 所以我想 余元泉這個地方 當然是 他是活在我們當代 活在當代大概很難免 自覺到 會不會受到西方影響 然後你自覺到 不要被西方所宰治 不要受到西方影響的時候 你就開始能夠了解到一個 所謂的 體用相其不理 體用不二 那體用不二當然 不是我們今天才講的 宋明辱 尤其宋辱 像成語成號 大概體用的相關 在宋辱大概就已經把它講得很清楚 其實王碧的一個老子柱裡頭 大概都已經有這個基本的一個觀念都有了 那到宋辱的時候 已經把它講到 理論把它講到更清楚了 那到民國初年 像那個熊十利 熊十利 魔中山先生的老師 廣文書局 廣文書局裡頭也 有熊十利的體用論 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熊十利的體用論 當然除了宋明辱的那邊 從宋明那邊來 他還有剝學思想 給融化在一起去講這套體用論 他做的比喻其實很容易懂 就是那個水的本身是體 水波是用 就是現象 風一吹 水就波浪 波浪是一個顯現出來的現象 水的本體 就是那個水 當它平靜的狀態底下 本體就是水的本體 然後它起來的那波浪 是它的用 它的現象 所以用就是經驗現象 體就是使得這個經驗 體就是使得這個經驗現象 能夠產生 能夠存在的那個根源性的原因 叫體 那離開體沒有所謂的用 離開用也無所謂的體 所以 有體必有用 用必歸體 明代王陽明的 王陽明的在學派裡的 羅祖方他們大概都這樣講 有體必有用 用必歸體 體用相極不理 所以我想 讀中國書 這一些中國思想的 基本的一些觀念 先有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想 我們這一句的斷句 就不應該是 把那個道跟用 給分開來看 整句根本不要加標點 道衝而 用又連接詞 道衝而用之 或不平 所以這地方 衝是個遇詞 或是個遺詞 所以老子在這裡 不但用了一個 意象化的遇詞 拿一個巨大無邊無界的一個 杯子的中間的那個空虛 來去做一個 譬喻 讓我們從一個 具象化的一個 意象去體會 整個宇宙就像一個 巨大無比的一個 虛的一個杯子一樣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因此 用 剛才講過 用這一種 表現出來的現象 什麼現象 宇宙萬物總是這樣 生生息息消消長長長 各種生息消長 可是 貨不贏 好像是 彷彿是 從來都沒有窮盡過 贏 杯子裝滿 就盡了 就是整個宇宙萬物 一個大的杯子 容納宇宙萬物 裝滿了 就不能再裝了 可是好像整個宇宙萬物 那個杯子永遠都 再多都會納得進來 為什麼 因為它都一直在生息消長 有生必有滅 必有息 有長必有消 有孝必有長 生息消長不斷循環 所以它的總體不變 個體在變 總體不變 這是老者他們體會出來的 最原始時代就是 上觀天文下觀地理 那麼從這個 直接的宇宙 眾生在宇宙之間 直接去體會到的 那麼給了我們 這樣一個欲詞 這樣一個意象化的 一個描述 一個譬喻 讓我們自己去體會 它也不把它講死 所以這裡我們就體會到 什麼是永恆 什麼是不變 永恆 永恆 不是因為靜止不變 靜止不變一定是死亡 一定是滅 永恆 不變 是來自於 生生息息 不斷地循環 永遠不斷地 生生息息的循環 不斷地循環 不斷地循環 才能夠保持 沒有無盡無窮 的總體的存在 這是中國人所體會到的 一個宇宙 所以這個宇宙 不是靜態的宇宙 它是個動態的宇宙 但是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 動與靜也是辯證的 相互辯證 生息 消長 動靜 都是辯證 全部是一種辯證的過程 完全是一個辯證 生生息息 不斷地有一個辯證 就是道家 從疫經到道家 怎麼看宇宙 是這樣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來繼續 那道家 老章裡面虛這個詞彙 作為關鍵詞 是很重要的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虛和無 這兩個觀念 雖然不是完全等同 但事實上 在作為一個觀念來講 兩者也不完全不一樣 因此 虛有時候 從無去理解 也可以 但是那個無 我們也不要馬上又跟我們常識性的無 另外一個相對就是有 這個杯子在這裡是有 把它拿掉有空無一物 就叫無 不是 無不是空無一物 那這個後面會很麻煩 因為有無 有跟無作為一對一種相互辯證的概念 我們後面會去講 所以虛的第一個意思 通常跟無的 其中有個意思是一樣 叫無形 無其實是無形 不是沒有東西 不是 nothing 不是說沒東西 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是 而是有 但是它是無形的 看不到的 那個有後來 他的宋明以後 有人就用了一個 從佛教那邊又搞了一個 叫廟友 真空就是廟友 真空廟友 又變成另外一個 相對辯證的一個概念 所以廟友就是有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具體的 單一的有 一個杯子的有 而是無所不有 所以廟友 包含一切 包含一切 一切都可以吸納 都可以包容 都可以接納 那一切都從這裡生出去 從這裡生出去 從這裡生出去 就那個有 廟友 但是它這個有是無形的 看不到的 所以虛 就有一個無形之意 那虛同時 因為虛 所以它就無所不包 無所混納 那就是王必所講的 備載 這個天地可以備載萬物 備載 備載就是 所有的完全的存在 沒有任何排具 沒有任何儀器 沒有任何排具 叫備載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所以它才叫做無限 就無限限 無限 因為單一個別的存有物 都是有限 我們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整個天地宇宙 它是無限 因為它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後來 這個蘇東波 有一首詩裡面 就講到 空故納萬物 敬故了群動 空 因為空 就是這裡的空 佛家講空 道家講虛 你看 因為空 所以它才要納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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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空嘛 它才要納萬物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無所不納 你的備載 因為 其他人的靜 是靜 固 了群動 所謂的動 都是從靜這個地方發出去的 一切動都是從靜發出去的 靜固了群動 所以 虛的第二個意思 就是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無所不納 無限性 那虛 另外 有第三個意思 就是 本根 本根 就是一切創生 都從這個地方開始 由虛的本體 從這裡開始去創生萬有 一切萬有 就從這個地方 為它的本根 創生出去 所以虛在 整個道家的一個觀念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詞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觀念 那 蔥 是一個 具體的一個 杯子的意思 但是它的 相當的一個意義就是 虛 就是虛 所以道聰而 用之 或不贏 那底下就好懂了 煙 溪 是萬物之中 煙 是生的意思 生咬 所以後面 引了這個 寒山的 一個 這後面第二個註解裡頭 不贏 高坑以為贏 當炫為禁 不贏就是不禁的意思 我們講 禁是在一個時間歷程裡頭 時間歷程當中 沒有忠 沒有窮 無所忠窮 就要禁 用之不贏 也就是第六章 用之不勤 那個勤就是禁的意思 也是個聲訊 音訊 三十五章 用之不足 你們的書裡頭是不可嗎 不足 足 那就 我這個好像是舊的本子 有改過來了 用之不足 寄 寄就是禁的意思 第三個 所以 能夠發育萬物 發就是創生 生發嘛 創生 慾就是養慾 所以能發育萬物 那也就是 萬物 是由這個 冤生 極淨的 這個 道 所 創生出來 所 養成出來的 而為萬物所歸一 但生而不有 為而不宰 故曰 是萬物之中 所以這一句 就一樣 冤也是一個道相 形容道體之相 體是不能說的 相 可以用語言去形容 那 所謂的語言的形容 各位一定要理解 所謂的語言的形容 是姑且言之 姑且言之 是個 暫色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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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得意妄言 你理解 理解這個意思 那個語言 就把它 超越掉 超越 把這個語言 要超越掉 去得那個意 就不要指 不要指 因為 讀到家的東西 最怕的就是指 指 明言 直逆在這個明言 那就不能讀到家 讀到家 一直逆明言 就不能讀到家 了解了 他做了一個譬喻給你 所以 你從這個 淵的淵深 像那個水一樣 那麽要深咬 好像是個無底 沒有 找不到底的地方 那麽要淵深 你完全 沒有辦法 看清 無法看清楚 你了解了 語言就應該被超越 活著的話 你就會直逆 會直逆 會直逆 所以這個 做了這麽一個譬喻 你就體會到 他其實要說了 就說他是萬物 所以這裏還是一樣 用個引詞 是萬物之中 中我們講祖宗 通常都是指一個子孫 是從祖宗生出來的嘛 所以這一句講的是個創生 是個創生 道有創生之意 有存有的本體之意 是存有的本體 是創生的根源 這兩個意思都有 那底下那一個幾句 我上次有講過 馬旭倫的老子教固 認為這四句和第56章是錯節 陳柱的老子選柱 也同意這個講法 這個餘願所引用的一些東西 他後面 這本書後面會有一個 他羅列了 他使用到的一些點擊 各位 他假如只有名字的話 這個書名 那你就可以去查 那個作者是誰 那假如只有人名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他到底是哪本書 在後面這個本書引用參考書目 自己去查查 就查得出來 那麼虛倫 老子教固 陳柱有老子選柱 都接受這個講法 所以這幾句我們就跳過 不解釋 那麼可以到56章 假如有講到 我們再去解釋它 底下有戰希式或純 暫是隱末的意思 所以他的第五個註解 暫西式或純 說文水部曰 暫莫也 是隱末 沉末調 所以暫即隱末之意 那隱末就是隱了不嫌 我們可能看一下 無形嘛 無形 所以當然隱了不嫌 似乎好像沒有失存 所以說戰希式或純 但這裡頭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講本體的時候 本體它到底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抽象概念 還是一個實存 還是一個實存 實存的有 假如只是個抽象概念 就沒有那個東西啊 抽象概念是沒有那個東西的 它只是我們的人 思辨時候用一種抽象概念 去講出來的東西 實際上沒有那個東西啊 沒有 那本體到底是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一種抽象概念嗎 還是 實在是有 那假如說有 有不能生有啊 無生有 那既然是無 那到底它 到底它是不是實存 所以這個地方就很弔詭啦 很弔詭 因為 到底只是理論上的一個抽象概念啊 還是 宇宙萬有的一個本體 萬有之上的一個本體 一個創生的一個根源 那假如是一個宇宙萬有的一個本體 一個創生軌 它還是有 但是有它又不能夠去生萬有 因為有不能生油 只有無才能生油 那因此假如無才能生油 這個無 那既然無了 那它還是一個實存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 就是 形象學在這裡面 碰到這個地方 就是非常麻煩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我們剛才講過 本體它還是一個實存的東西 不是抽象的概念 它也是實存 但是因為這個實存 跟我們一般具體物的有 是不一樣的 我們具體物的個別的有 是單一的一個物的有 但是它這個有 所以後來為什麼 推到最重要的 講個廟有嘛 廟的話 變化無窮 這一種外之廟 變化到你完全沒有辦法去 定情 沒有辦法去捉摩 這樣叫廟 所以那個有 是一種廟油 那因此那個廟油 它是個實存 但是它又不是 那麼具體而固定的有 反而是一切的萬有 是從這個地方生出去的 然後它可以包容 所有的有 有備戰所有的有的 那個有 講這樣就很玄 講到此地講 各位還無法領會 我就辭窮了 就是這樣 就領會一下吧 領會一下 那樣的一個 但是這樣的一個有 不是各單一的個體的具體物 所以你絲上還是看不見 所以它還是隱 所以它是隱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個道向 所以隱墨也是一個 隱墨也是個現象 同樣是個現象 它也是個像 一個道向 所以它無形 所以戰就是一個無形 所以無形 這彷彿好像 還是存 還是在 不是一個只是我們 憑空亂想的一個概念 它一個實際上是有的 它是一個實存的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具體的 個別的有 這個地方又很吊詭的就是這樣 所以戰係是或存 那我不知誰之子 我不知道它是誰之子 那誰之子的話 上面 子上面一定有附 那請問這個道是從 誰生它的呢 它生萬物 那又是誰生它 它追到最後 又是誰生它 所以我也不知道 誰之子 它從何而生 是從哪個地方來 這個地方最後就 講到這個地方 就不能再往下追了 再往下追 你就沒有辦法答案了 那麼這種 無不知誰之子 像帝之先 像是似乎 好像是 它一樣是個遺詞 不說死 好像是帝 在帝之先就已經有了 這個帝就是天地 上帝 天地 那天地這種神的概念 這個我們認為叫人格神 人格神 一旦人格神 他還是一個石友 還是一個石友 所以聖經裡面的 舊約開始就是 上帝創造萬物 上帝去創造萬物 那誰創造上帝 那你不能再往上帝上 又有個創造上帝 那上帝就不是最終極的 那個最高的原因 那不太可能 他就不是一個最高的根源 既然已經最高根源 他的上面 他的前面就不再有了 你必須承認 否則的話我們 就無法再對話下去了 就到此為止 你必須承認 這個最高預設 這是一個最高的預設 必須設定 最終有一個最根源的 那樣的東西 那在舊約裡頭 講到最根源性的地方 是一個人格神的上帝 就是宗教性的講法 但是在哲學性的講法裡面 上帝畢竟還是一個人格神 那人格神通常 在哲學裡頭 他是具有位格的 因為一個石友的東西 石友的東西 他一定具有一個位 位就是一個石鬼 有一個石空的位置 有一個位置 他具有一個位置 彼此在這裡 他一定佔留一個位置 那這個還不能究竟 還不究竟 所以當從宗教轉到 抽象的一種哲學化 進入到哲學化的時候 一定會在地上面 有個更根源的 完全無形無相的一個東西 被講出來 那就是中國人在這個地方 就用了一個詞會叫道 道家裡邊 就用一個詞會叫道 所以似乎是在天地之先 就已經先有那個道了 那麼第四個人格神 還是個有 所以和尚公在這個地方的柱 就道乃先天地生 道是比天地還要更早 那麼就已經有 那這段話其實到莊子的大宗師 就演變成另外一段更詳細的一段話 那段話各位回去可以查一下大宗師 福道 福發語詞 道 有情有信 情感情的情 情就是實了 真實 好像是真實的存在 有情有信 信也是實了 就是所謂的 暫息事或存滿 好像真真實實的 有個道在那裡 不是只是我們平工幻想 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的虛構 是真的有情有限 但無為無形 無為無形 可傳而不可受 受傳 老師可以把這個道傳給弟子 那怎麼傳 問題在是怎麼傳 怎麼傳 那就是另外必須去傳說 通常傳到那個傳 都不是直接像把這個杯子 直接的端給你 你就那邊就接受過來 不是這樣的 傳跟受 這傳通常是啟發 他可以通過一種啟發 啟發性的這樣一種方法 來把這個道傳給你 但這個道要傳給你 我啟發你 你自己要怎麼樣 要去通過修養 體悟自得嘛 所以可傳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 得自得於心 心中頗有流 自得於心 體會到宇宙之間 的確有一個道在 否則的話無可解釋嘛 萬物為什麼這樣 生生息息變化 永無中窮 總是有一個道在那裡 否則他不可能這樣子嘛 所以自得於心 體會得到 可是又看不到 道是不可見 那底下這段話才重要 自本自根 為有天地 自古以故存 自本自根 道成為萬物的根本 但是他自己也不是 他自己的根本 自本自根 道是萬物的本 萬物的根 因為一切萬物由道所創生出來 但是沒有另外更高的一個東西 來生這個道 所以他自己就是他的本 他自己就是他的本 這個當然 你只能夠接受這個最高預設 否則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談行上學了 無法去談了 所以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 還沒有天地之前 他就已經自古以故存 從最遠古時代 他就已經本來就在那裡了 然後神鬼神地 升天升地 神鬼神地 使得神 使得鬼 這個神在當動詞 當動詞用了 神通常是變化不可測 叫神 讓鬼神能夠變化不可測 鬼神就說能夠變化不可測 是因為道 使得他能夠變化不可測 所以這相地之宣 在地之前就已經有了這個道 那這裡當然到宋明儒就會去 比如講一個例 這個在萬有之所以能夠如此的生出來 如此的生了以後又如此的變化 又這樣無窮 必先有個理在 本身有個理在 生總有生之理 有生之因 生總有生的因 總有生的理 那變化總有變化的因 總有變化的理 就是那個因那個理 可是那樣講的時候 那個理又變成抽象的 只是個概念的東西 因為理不是一個實存物 理本身不是個實存的東西 所以這種地方一旦進入到 形上學一旦進入到語言 要用語言就把它講清楚 其實都有困難 都有困難 所以在道家禪中到最後 基本上是不相信語言可以讓我們把 一些最深層最高的某一些體驗 某一些一種根本性的東西 用語言去可以講得清清楚楚 最後通常只能付諸於一種體會 只能付諸於一種直接的感知跟體會 所以這地方不免在西方哲學來看 這樣的一種路數就會說 我們這種東西叫神秘主義 神秘主義 就講到最後總是神秘 不可測知 這地方其實已經告訴我們 人再怎麼了不起還是有限 人類還是有限 你在厲害到什麼地步 不管哲學也好 不管科學也好 不管哪一套學問 講到最後還是有限 只要在語言的世界 一切都是有限 那超越語言上去 一切無法用語言去講 就的的確確是一種神秘的體驗的東西 所以人類的某種神秘的體驗 你不能否認 你不能說他沒有 的確是如此 所以人類的知識爆炸 到我們今天21世紀 人類的知識爆炸 到已經腦袋都裝不進去 眾生喧嘩 各種理論眾生喧嘩 什麼聲音都有 什麼樣的理論都有 分分眨眨眨 各種知識一大堆 你追逐也追逐不完 理論也追逐不完 你把所有理論都去搞懂了 知識都搞懂 你還能解決自己生命的問題嗎 也沒辦法解決生命的問題 人類無能為力 人類永遠對自己生命的存在是無能為力 只要你從知識去走 只要你走的是一個客觀的理論 問題知識的這條路 永遠無法解決你自己生命的困惑 有辦法 永遠解決不了 宇宙無法被科學解釋到奧秘 那個永遠都解決不了 人類畢竟是有限 人類不是神 最後還要稍微謙卑 再謙卑 人類不要自大到 以為你就是一切宇宙的主轉 可怕 宗教到最後也不過只是一種 某種借用 宗教能幹嘛 有時候 以存在主義上 扎特他們就認為 宗教基本上是 根本是自欺 真的很多宗教的確是自欺 很多宗教真的是自欺 所以在宗教當中 假如變成一種迷信 回不到自己生命的本身 宗教到最後其實帶來了 可能是更大的迷惑 真的 所以正信的東西 還是怎麼辦 所以人類到最後 如何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到今天二十一世紀 人類再怎麼高明到今天 我們整個時代的一種 人心的迷惑 這彷徨 是黃亂 其實比一百年之前 沒有更好 沒有更好 書讀那麼多 有什麼用 沒什麼用 知識抱著還沒什麼用 只要你每天看著那些 全球來的一些訊息 你就知道 這是基本上解決不了人的問題 永遠解決不了人的問題 第五章 第五章 天地不忍 以萬物為除狗 聖人不忍 以百姓為除狗 天地之間 其有拓越乎 虛而不屈 動而欲出 多言訴窮 不如手中 天地不忍 天地不忍 這地方重要的是不忍 為什麼天地不忍 我們讀這個老莊的時候 我們碰到這種不 跟舞 畫 氣 絕 這些 都特別要注意 特別要注意 它不是一種 徹底的否定 不是把一個東西 徹底的 根本的 它是藉由一個過程 否定 因為否定這個反題 從這個否定的反題來開顯 開顯某種肯定的正題 但是這個肯定的正題 它不是從言說非言說 那個肯定的正題不是用 是什麼這樣去肯定講出來的 是把這個遮蔽為什麼要否定 為什麼要否定 是因為被遮蔽了 把這個遮蔽的東西否定掉了 它本身 那個肯定的本質就開顯出來 這個在道家來講 到了莊子的時候會用鏡 到了禪宗裡頭 那個匪宗神秀裡頭 心事明定台同樣會用鏡去做 智人用心若鏡 靜的本 它的本質 它本身是冰的 那它為什麼不冰 你有被塵垢嗎 被塵垢蒙住了 那你把這個塵垢的擦掉 時時勤俯視嘛 時時的把它擦掉 擦掉就是一個功夫嘛 就是圍到日損嘛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成見 太多的偏見 太多的意識形態 把這些東西都一一的把它遮剝掉 把它剝除掉了 以後呢 這個本體的明 就自然的朗現出來 它是這樣的一個辯證 就是一個辯證的過程 辯證的過程 所以天地不忍 是把那個忍不掉了 把那個忍給不掉了 那個被不掉的 被否定掉那個忍 在道家來講 是私心成見所立的那個忍 把那個私心成見所立的那個忍 給否定掉了 等於是超越上去 那個智人 那個大忍 他就自然成見了 智人不忍 必須先把這個私心成見的人 不掉就會浪天的智人 那個智人不能再用語言再去說 你假如又落到源泉 那個智人又跑掉 又沒了 這個是非常吊詭 所以道家很難懂 就是因為這種地方是非常吊詭 所以我們碰到訣 碰到氣 碰到望 碰到不 這個地方都不要把它當作一種 原則性的 徹底的 根本的一個否定 而是一種對低層的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超越上去 把它否定掉 那麼這樣的一個這種遮蔽 前面這個人 基本上 道家來講就是屬地 屬地 把這個步調把它補掉 把它否定掉 把它超越上去用 這個自然成真 叫轉俗成真 整個道家就是在講 轉俗成真 怎麼把一個俗意 俗地 經由功夫 功夫要 因此這個地方一定要配合一個功夫 自虛守境 能夠太除掉你內心裡頭 所謂的成見以後 你才能去朗現那個真體 轉俗成真 是這個意思 第一個註解 王碧柱講得很好 天地任自然 無為無造 他不以私先去為 不以私先去造 所以萬物自相自理 萬物自己本身有他的一個規律 有他自己生生化化 生生息息息的規律 都不是由一個天地立一個規律 來去治理他 所以不仁 仁者 一個仁者必造立私化 那麼一個仁者 他必然會用自己的一種主觀的價值觀 來造立私化 那都是善意的啊 都是好意的啊 我為你好啊 那所以呢 我造立私化就會有恩有為 其實我們很多父母不是都這樣子嗎 哪一個父母的愛 是惡的東西 都是好的東西 都是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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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一個父母 當然少數的那種非常殘忍的父母 那另當別論 我們一般心裡沒有變態的父母 正常的父母 對於自己的孩子 當然就是出於善意 出於好意 但是問題 你的好意 你的善意 是符合你所愛的那個對象嗎 你懂他的 了解他的性嗎 你有順他的性去做嗎 沒有啊 就是你要符合我這一套 符合我這一套標準 從一個父母在網上升到一個君父 國君 一個國君治理天下國家 往往也會以他自己那一套價值 主觀的價值觀為絕對標準 你只能夠接受我這一套標準 我幫你安排 我為你好 等等之類的 在到家來看 周文率幣 那個周的理 周代的那個文化 治理作樂 其實是一套人為 人為所造出來的一套價值標準 那這套價值標準 去規範我們所謂的人 一旦那一套規範上師的精神 上師的本質 到最後變成禮樂空洞化以後 不過是一套形式而已 所以人者必造立事化 有恩有為啊 一照立事化 則物失其真 萬物就會喪失它的本真 為什麼 因為有恩有為 則物不具存 因為照立事化 物失其真 是因為你用你自己那一套價值標準 來看那個物嘛 對不對 你用你自己那一套價值標準 看那個物 物的本人面目就不見了 被你那一套標準遮住了 你是用那一套價值標準 來看對方嗎 那他物的本真之性就不見了 就像我們父母 父母用我們自己自以為為孩子好的 那一套價值標準去看那個孩子 你根本完全不了解那個孩子的本真的性 你到底在哪裡 就完全不見 那你有恩有為 你就有所接受 有所排懼嘛 所以這物不具存 為什麼不具存 因為你有贏有懼嘛 符合你的標準 你就接受 你就迎接嘛 不符合你的標準 你就排懼嘛 你就把它排除掉 所以當然不具存嘛 物不具存 者不足以備載 剛才講過備載 什麼的承受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空不納萬物 你就不可能去接納所有人 所以當一個父母 開始由他自己那一套價值標準的話 他生了八個孩子 一定有他特別疼愛的 因為符合他那條標準 那一定有他不喜歡的孩子 所以很多小孩就會彼此之間 就開始爭了 為什麼爸爸對哥哥特別好 什麼東西都給他 他不給我 哥哥可恨 哪一天就把哥哥殺了 我們社會發生過這個慘劇 一個弟弟把他哥哥殺了 是因為他父母特別疼愛那個哥哥 那個弟弟就常常被父母以為他不孝子 因為不符合他那條標準 所以你要讓兄弟姐妹彼此不合相互爭奪 很簡單 你就偏心一下 他們馬上內吼 馬上內吼 彼此互相殘殺 非常容易 所以當父母要小心 那我們講說 怎麼做才會公平 這其實很困難 所以一個有智慧的父母 底下有五六個小孩 你怎麼面對那五六個小孩 很麻煩 多讀老子 多讀莊子吧 老莊的智慧可以幫忙我們 至少我們不要去治國平靈下 治國平靈下我們沒有那個機會 但是治理一個家 齊家總是可以吧 齊家 你怎麼齊家 孩子那麼多 你怎麼齊家 連齊家都困難 你會看到古代的帝王 可以治國平靈下 無法齊家 所以康熙皇帝 生了二十幾個兒子 兒子也不要生太多了 老婆一大堆 兒子生了一大堆 那怎麼辦 二十幾個啊 到最後就志向殘殺 老四雍正皇帝奪得地位 把老八就幹掉啊 對不對 操家滅祖啊 一定的啊 所以齊家有時候比治國平靈下更難 因為齊家面對的是血緣 每一個孩子都是你的骨肉 你面對這個骨肉你怎麼做 難啊 所以時時要反思啦 你的所作所為 某一些時候就一不小心就會產生孩子之間的相互的 彼此嫉妒啊 彼此我們明南話叫勤婚啦 勤婚來勤婚去 造成兄弟之間的不和 其實兄弟之間的不和 有時候是父母造成的 這個要注意 道家智慧怎麼去養成 才能當好父母 道家智慧養成 才能當好一個最好的主管 其實道家智慧很重要 很重要 好 今天到此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